大家好 那這是一個學權團體所舉辦起來的一個發掘 這個發掘的名字叫做Mr.Ori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黑的黑掛網站 黑道裡面 文章如果發掘出來的話 那作者跟網站所有的都會被告 所以它裡面的所有的文章全部都是發掘的 那我們設立一個發掘機制讓這些文章能夠在上面去運作 那以下我們介紹這個機制到底是什麼做的好了 那目前正在作案中 這是一些歷史的故事 那陳醫生知學術研討會報告被交大副教授斷興軍出版 斷控告成反鳴名譽 私大女學生遭教授信息提告不成被告通編 教授女博士幫學生畢業後才敢申訴教授性侵 開除案三 我們都知道那個 教師的開除案一般都要三級四省 三級四省當中院校都通過但是西藏沒有通過 所以教授就未有了 這位教授是我曾經 我曾經那個申訴過的後來贏的 但是不是這個案件 這個就這個這個這個案子是 教授某教授栽贓學生論文抄襲 扣押其口四省定書 殘達一年十到修業年限到期 申訴後抄誰的抄哪篇 抄哪句話教授完全講不出來問不出來 原來他是抄教授在台大讀博師幫的老婆 學生的論文被教授扣出來然後拿給他老婆用 然後那學生他就天延伸到期就被退學了 那個那個什麼 論文抄襲是很嚴重的事情喔 論文抄襲當然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 論文抄襲是可以做那個 可以註銷學籍的 註銷學籍跟退學是不一樣的 退學可以拿一頁證書 也可以拿成績當 有修業年也有修業的 修業的那些歷史訊息也可以當校友 但是註銷學籍當校友不行 成績當五校什麼都沒有 那以下的故事我就不講了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這就是我們的學術自由 我們的大學之處 非常非常黑暗 我認為是我們認為教育是跟著人一輩子的 特別是在台灣我們看過很多教授 很多生疏案主要有兩大 例子教授不知 就是他當初只是欺負學生欺負好玩 然後出來可能就是道歉 另一類是物異虐殺永久 甚至當一輩子的置業 有很多很多受害者都是屬於同一個教授 沒有辦法 這幾年來我沒有看過學選有任何進戰 就學生生疏的管道能做到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這是我們的黑光網上什麼要發起的原因 這是二零一二年的國科會計劃案 國科會計劃案當時 當時他們那些學術界他們採用的學術自由 採用大學之處把它剪掉擋到外面 有很多搜查是非常非常難做到的 我們反習道而行 我們用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二條 能民有秘密通訊自由 那些掛寫在外面會被告死 會被教授告死 他侵犯隱私 侵犯很多奇怪的東西 舉不出證據 那我們就用秘密通訊 這是我們的法掘 《魚衣故事》它是一本線上的故事書 它跟臉書推特PDC最大的不同是 裡面所有文章都是私密都不能公開 沒有人可以完全沒有經過任何手續去看民主文章 那是沒辦法說到的 文章的所有人是作者 不是版主也不是任何管理員 我們用憲法所構成的牆 把那些邪惡的死法擋在外面 想的裡面是勇氣 我們要帶著勇氣 往學權 往民權的方向走 這是運作的一些範例 你可在裡面搜尋你想要的目標 像說我搜尋某某教授的名字 我搜尋路邊 或者是我搜尋某個18K的公司 把文章搜尋出外 搜尋出外沒有人可以看到內容 請多看到ID 然後看到讀者的評分 然後你可以跟人做的請文 OK 請文的過程中可能會加一些付出 像說很小寶 他去查讀根文章 那他可能就跟人做的說 我是就讀XXX大學的社會 尤其是正在做普通的研究 或者是有其他人 可能就是其他的訊息 那作者可以勾選說 他要讓哪些人看到文章 而且這些是全臉書驗證字的 然後作者可以看到讀者到底是誰 也可以看到他那個文章 那個ID是不是剛建起來 然後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個人的訊息 像說他如果看到加害者的話 抱歉 這個文章我不讓人看 對 那這種做原因 後面還有像說 如果說性侵害案件的話 那些案件 文章絕對是不能public 像說他可能會讓一些女選團體 或者是性侵害的受害者 去提供一些資訊 去提供一些協助的話 那這個平台他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在做一個 文章被公開的 私密的訊息平台 他是在做一個真心的服務 那你不公開的維園者以憲法保障之 通訊 秘密通訊是有為基礎 他是基本的民權 私密是永續經營的基礎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個網站上做私密的限制 這點我們不會妥協 妥協的話 這個網站不會本寫的 因為我要憲法保護 保護作者女本上的永續 我希望他能夠擔任推薦 民權的訊息交流 而且他告得到 他有憲法去打到外面 這是臉書推特 還有PDT等等 批函做不到的事情 那可能會做到 可能需要的是像一些法律諮詢 或者是錢章還有社會 其實都缺啦 是不是 我們全部都要從自己手手去做 所以我們會接一下所有開發 當然也歡迎你們加入 那本帳目標是公益平台 對商業導向 然後這是幾個 這兩個是我們目前合作的那些粉絲專頁 然後其實這兩個專頁背後是 剛好有一些成員就是蘋果知道的記者 那還有一些寫寫GinV 好 那最後是一句話就是 這是社會學的一句話就是 人們可能在 人們可能沒有興趣 就是 你跟別人談一個議題的時候 像說談學運 在之前可能是大家沒有興趣的 但是既然大家都有感覺 那我們再放在那邊 可能有一天人家需要他就會去訂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謝謝大家